下個提醒就是我說的第三種 我不是給V 我給的是位移 我給位移 那你要算加速度 然後再代入F等MA 質量6公斤 每秒8公尺出速滑 滑16公尺停下來 請問你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那麼 我會需要知道歷時幾秒 諸選項 然後我才會知道A選項加速度有多大 然後我才會知道C選項力量會有多大 那麼B選項可以用前面的加速度去大 就是等加速度運動 任何兩點這個加速度會一樣 我們解題方式你可以代公式 但是我上課的講解是用畫圖 所以我就畫圖 出速是8 末速是0 不知道幾秒鐘 VT圖直線球加速度 面積球位移 我知道面積位移16公尺 所以位移就16公尺 所以我要明明在這個三角形 所以呢 底層1高除以2 所以算出來呢 我的時間4秒鐘 所以他花4秒鐘停下來 他花4秒停下來 所以諸選項是錯的 數選項是錯的 然後呢 我知道他4秒鐘停下來之後 直線球加速度 面積球位移 所以帶進去 delta T delta V 我可以算出我的加速度 0秒的時候是8 4秒的時候是0 算出來呢 是負2 負代表方向 所以加速度呢 是負2 大小是2 所以A選項也是錯的 然後 我們就可以 講過了 我們隨便挑2點就可以求出什麼 加速度嘛 這樣會一樣大 所以呢 我們3秒的時候 0秒的時候是8 3秒的時候不知道 答案還必須要是負2 所以算一算呢 叫做每秒2公尺 所以3秒的時候是每秒2公尺 所以B選上也是錯的 3B怎麼辦? A不可以是什麼? MA嘛 有質量嘛 6公斤 有A嘛 當然算出來過了嘛 中央裡面乘嘛 答案就叫做12牛頓 所以C選項是對 我們就答案就選C 這裡就是要用位移去算加速度 要用位移去算加速度 你當然可以有公式可以帶 有初術 有末術 有位移 帶公式的人只要你一個公式就算出來了 那我是不用帶公式教的 我們是用畫圖教 所以我用畫圖算給你看 可以嗎? 可以 好 那就請願同樣的類型 同樣的類型 這兩個圖 一樣 除數是4 末數是0 不知道花多少時間 知道滑行4公尺 下列敘述何則正確 誰是對的 這個敘述誰是對的 那你就需要知道幾秒鐘 B選項 知道幾秒鐘 就知道C選項 知道加速度 然後就知道珠選項 請牛頓 A選項 A選項 直接用看了就知道 就是加速度跟速度同方向或反方向 你用看了就知道 不用算 好 那 你答案 你答案是多少 你答案是多少 26 26 出 你選出喔 你做 B選項 B選項跟C選項 我要在單位的討論中回答 所以我們就不要管他 然後呢 由途可以知道 我的速度是越來越小 我們就知道速度越來越小 表示加速度跟速度反方向 所以A選項是錯的 然後呢 待會兒我們會做C選項 你就會從C選項中 算出他的加速度 然後因為你算出 就代入F等於 MA 你就會發現這個 他應該是-10牛頓 負代表方向 所以代表就是10牛頓 所以珠選項是 對 那你必須要先算出 C選項的答案 你才會知道珠是 對 你才會知道珠是 對 但其實如果我們未來交過 我們未來 交過公跟人之後 我們還有一個 不需要的速度加速度 就會成為求速度的方法 那我們以後再說 然後呢 所以我們答案呢 就是選的是珠 這就是 跟剛才一樣的 這種提醒 我給的是位移 從位移去算加速度 然後再代入F等於 MA 來求出我的受力 這是我們的另外一種提醒 OK 是